Hello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幣加NFT 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心心仔 大家都是心心仔 一開始台務先 台務就是 這個星期五、六月二十八號 七點半至九點鐘 就會有這個 Happy Hour 就是幣加NFT 和Hashkey Crossover 之後會不會每個月 月底都會搞一場這些Happy Hour 因為公司覺得 覺得我怎樣 哈哈哈哈 覺得我應該可以做這個代言人 和大家輕鬆一下 會在中環 在Hashkey Office 內容會有什麼呢 就是幣市update 今年下半年怎樣部署好 然後有一些幣種的watchlist 和介紹Hashkey 報名的link 就是在Twitter 置頂了的post 大家可以去我這個Twitter 置頂了的post 報名的 同時間這個YouTube的info box 都會有這個報名的link 留言 都有這個報名的link 總之大家是會報到名的 最後一件事就是 這個Happy Hour活動 是有現金獎的 這個現金獎就是需要經過 答問題 答對就會有現金獎 然後金額都可觀的 我見到 是值得吸引來玩一玩的 因為都是 都是我派和我控制的 但現在金額不說得住 總之大家報名了 好正式進入主題了 Bitcoin 叫做大塌 昨天 那大塌 其實就算percentage是5-6% 不算大的 叫做急塌 好急地跌下去 發生什麼事呢 我看回時間點 大概就是昨天下午5時 5時左右就無緣無故射了 射到晚上 射到凌晨最低到58 那就發生這件事 就是MtGauss的BTC 那個賠償有announcement 大家害怕了 嘩死了 那就出貨了 那就先走 看看發生什麼事 就是昨天24日 MtGauss就正式發公告表示 預計7月開始就跟客人 就償還這個Bitcoin 和這個Bitcoin Cash 就是BCH 那就令到整個市場 立即氣氛急轉直一下 那大概有多少顆呢 14萬二顆Bitcoin將會償還 14萬大概是 現在6萬美元一顆 算一算應該是 80 80 80幾億美元 現在6萬美元來算 80幾億算不算多呢? 嗯... 都多的 80幾億 因為它是7月 第一個星期就開始還 那如果去還 一半 50%出去都有40幾億 如果大家都在7月第一個星期上出貨 那就糟糕了 想得更厲害 我想昨天那一刻叫 一個預演 先放一放 那又令到昨天這樣跌 最緊要不要是一天內放 就要放這80幾億的錢出來 就是不要出貨 那我相信都不會的 那大家都 強迫性 Strong Hold 了10年 因為MT Gossip 這一段 那... 我相信是百幾倍 那... 那... 所以這一段很難去猜 它們會不會立即出貨 那... 但是那個power已經形成了 那... 繼續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都沒有了 總之這單新聞就是... 純粹一個announcement 就是說 7月第一個星期會賠償了開始 好 接著第二個新聞說什麼呢 就是彭博就說 競爭幣的寒冬提前來襲 搶在VC解鎖前拋售 就成為主要下跌的原因 就是昨天的跌 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MT Gossip 的賠償 令到大家出貨 另一個呢 可能就是一些叫做解壓 的情況 那麼... 解鎖拋售就是 這個跌勢加劇的一環 就有一大堆Coin 就已經腰斬了 那麼... 根據這個Token Unlock 顯示 這三隻代幣 都會在5月的時候解鎖 這些可能是跌幅的原因 然後... 看看一看 今年呢 就有很多project 都會迎來這個解鎖 那麼... Token Unlock 的數據顯示 138項代幣裡面 有120項 今年都會解鎖 總共是580億美金 跌離那街 更誇張 580億 剛才說的 Bitcoin 那些是80多億 這裡是580多億 這個Amount 大概有什麼... 我的金額可以類比呢 就是... 美國的Bitcoin ETF 現貨 ETF 由1月份到現在 其實大概... 市值大概是500多億 如果這堆錢... 突然... 砰... Double 了出來 在市場上 那有沒有這麼多... 現金或者這麼多錢 去吸收這堆... 那麼... 那麼就... 就是以壞消息來講 就是有些這樣的可怕位 好消息來看的就是不怕 總之... Buying pressure 大把錢在市場上 將會吸收這堆東西 不影響那個Coin價的 那麼這個就是... 很樂觀地去看 但是事實上就應該是... 都是一個叫做恐慌性的情況 就是將會有很多Coin 釋出市場 那麼又會吸收了很多Coin價了 那麼這個是... 另一個新聞啦 那麼那些散戶就... 主要想在一些... VC 機構unlock 之前呢 就先出貨 那麼就發生了這件事 這是第二個新聞 第三個新聞呢 就是... 重點一點啦 我覺得... 就是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大家一起去看... 這個市場 有一幫人是樂觀地看的市 有一幫人是悲觀地看的市 我們一齊看看他們的觀點 他們的原因是什麼啦 看看先... 首先是這個Andrew Ken 就是他就是看空的 就是看淡的 看淡過市的 他不相信支持得住 那些支撐位 那麼他就說啦 有MT Gauze這個賠償啦 德國政府他都賣礦啦 那麼大家有看新聞都知道的 那麼然後ETF正流出啦 那麼過去上個星期 但是... 美國的現貨ETF 4日 連續4日 那麼有一日是美國放假的 所以只有4日而已 4日都是淨流出 那麼平均每日都是億多美金的流出 然後有一個叫做... 呃... 破紀錄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Ibit 貝萊德 4日都是淨流出 之前沒試過的 現在是連續4日都淨流出 那麼一個叫做... 衰的紀錄啦 那麼就... 呃... 淨流出啦 那麼然後他就說 不相信這些支撐位 以及這些區間呢 可以頂得住的 那麼... 那麼... 那麼這個NVIDIA的股價呢 都好像短期的高點啦 那麼他就覺得 美股和這個Crypto 都有這個相關性啦 那麼他就說 目前唯一的買家呢 只是一些槓桿 和短期的交易者 那麼這些交易狀態 通常都會令到 幾十億美元的傾射 那麼... 將會跌得更厲害 那麼然後他就... 呃... 幾天前呢 都有預測的 其實呢 他都認為長期是一個 提升的狀態的 那麼就2025年 比特幣會見一個新高 但是呢 那些Ockcoin呢 就不一定得了 那麼... 不排除幾個月 面臨極端的價格修正 就是他認為跌得更低的 他認為 另外一個KOL的分析師 他就說 要看多 都有理由的 看多就是叫做... 看升的 看他上漲 那麼就有什麼理由呢 11月美國總統大選 是的 通常那些總統選舉年 都是... 都是帥氣的 無論是美股還是Crypto 那麼... 另一個就是... 監管立場友好Crypto 那麼... 這個就... 我想他主要是想說 比特幣現貨ETF 以及ETH現貨ETF 還有一個叫做美國的Feed 21法案 那麼他主要是說這件事 還有現在特朗普那邊 形勢狂在親近Crypto的選民 那麼然後ETH的ETF 就即將推出 都是一些提升的理由 我都認同 傳統股票的利潤 將會輪轉到加密貨幣 這一部分就... 一半認同了 即是美股不斷創新高 即是上個星期 早幾天都是 叫做這幾天就開始 高點回落一點 那keep住到all time high 那麼賺到錢 那幫人 在美股會不會將錢來玩Crypto呢 他就說 這個是一個提升的理由 我就覺得 half-half 總會有人 這樣玩的 然後 另一個原因 我又覺得不認同的就是 玩開股票的那些 又未必會玩Crypto的 而已 那大家都明白的 有些是 叫做 呃... 只是會賺一些自己懂的錢 那他們玩開股票 通常都繼續股票 好笑 不要說好笑 那就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point 就是市場超賣 體跌的情緒到達頂點 那就是他認為 大家都已經夠恐懼了 是時候入場了 炒底了 這個是提升的理由 我覺得他這五個point 是什麼呢 這個才關鍵 等於... 都不用比喻了 都不用等於了 那就... 所以我覺得 值得看這個新聞 然後我自己都... 他說的這些觀點 全部都是我有留意 我有望的 好了 直接進入這個... 行情分析 那我想大家都... 很喜歡看圖表 好 看看這個bitcoin日線圖 一來大家看到的畫面 就有一個support line 有一個水平的support line 就放在這裡 這個位置就是58,400的位置 那我拿的位置就是拿在... 這個位置 嗯? 轉了顏色的 呢? 轉了黑色的 對了 我就放在這裡 這個就是曾經的... 嗯? 又變回黑色的 這裡就是曾經的低點 是... 五月頭的一個低點 那我放在這裡就是... 覺得... 那個勢... 對上兩個星期、三個星期 一直有個高位 七萬一這樣下來 那這個趨勢其實是沒有變的 一直都是在下來 那如果要找下一個支撐點呢 就是之前這個低點 那拉一條直線出來 就是58,000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 其實就... 很大機會會... 會繼續衝下去 碰到這個位置的 我講的日線 那個收市價 實心位 會繼續碰這個位的 那可能短期內 一兩天會有個反彈上升的位置 然後可能再繼續... 就是跌下去碰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就是... 短期內可能幾天 或者叫這個星期會發生的事 啊... 漏了說 這個星期五有一個比較... 波動一點的數據會出來 有一個數據出來會令到市波動一點 講到錯了 那個數據就是PCE 那就是美國聯儲局看的數據 其中一樣 看飛龍 看CPI 還有看這個PCE 那所以這三個數據裏面 PCE呢 就相傳... 聯儲局最喜歡看的 那... 但是... 那個影響力我就覺得是... 叫排第三 還沒算是最厲害的 那... 那一個... 預期... 和實際數字出來呢 都會... 令到市市有一個... 有一個明顯的波動 我相信 那大家星期五、八點半就... 留意了 這件事 好啦 繼續去圖表先 這個圖表是甚麼事呢 其實就很明顯 嘖 是出現了一個... 雙頂 未完成的 未complete 的這個圖 怎樣才complete呢 就是收時價 碰到這裡 就叫做complete 那當這個圖形complete 了 就會發生甚麼事呢 就是沒有事發生的 就會有支撐位支撐住 沒有事發生 但最後要發生的事呢 就是要跌穿 那就糟糕了 跌穿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retest 回踩啦 然後就會繼續跌下去 那這個就是一個雙頂 或者叫做m pattern 一個叫做體跌的訊號 現在還未成形的 所以放心 何時才成形呢 收時價 收時價就在這個項線上面 或者叫這個支撐水平上面 然後最後一個條件 就是要跌穿 收時價要跌穿下去 然後就回踩 然後就繼續跌 重複了兩次了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因為上一個星期就已經發生了這件事 m pattern 然後怎樣呢 然後就是這個位置 跌穿 回踩 繼續跌 大家看到嗎 這個位置就是跌穿回踩的位置 那所以 接下來 我自己覺得大機率呢 收時價是將會被這個支撐水平 就是吸引住它去的 然後會不會插穿呢 就好說 這個星期五 難道就是 有什麼消息就在星期五發生 那我認為 去年呢 其實同樣時間呢 都出現過這件事的 那就不需要說真的太過擔心的 去年其實都有一個m pattern 那它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呢 它是沒有的 因為它是沒有跌穿回踩這件事的 最後這個條件是沒有達成的 它只不過是承認了一個m pattern 沒有跌穿 沒有事 那所以我們在 圖表上面 預測要去看的話呢 現在還好 我自己個人上面呢 在這個位置呢 我覺得是值得入一注的 跌穿的話呢 又可以再入了 那越跌就越入 那叫做一個 左側交易 那然後昨天呢 我也有入到貨的 昨天跌得這麼兇狠 那是 購買一下東西 那為什麼我會昨天入貨呢 其實主要呢 我就看這個RSI的數據 那大家 帶領大家一齊看看這個RSI的數據 綠色這條就是RSI的數據 RSI就是Relative Strength Index 叫做相對強弱指數 先看一些 叫做容易參考的位置 RSI之前什麼位置最弱呢 我先圈出來 OK 大家知道了 我圈完這些位置呢 我就對應了 Bitcoin的價格在哪裡 好了 大家看到了 原來RSI最弱的位置呢 正正都是Bitcoin的價格 最低的位置 那然後呢 大家看到之後呢 就可以看一個數據了 RSI的數據如何幫助到我 去判斷 值不值得入市呢 昨天的RSI 先看看 昨天的RSI在哪裡 沒有了 騙這裡 我收藏了 Sorry 收藏了 大家看到我這個 Mouse 滑在昨天的位置 這個位 大家看這個位 是多少呢 就是25 昨天的RSI是25 然後我看之前的一個RSI低位 這裡 是多少呢 是35 OK 然後再看之前的低位的RSI 是37 再看之前的一個RSI 進一進去 進一進去 那之前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凡是Bitcoin RSI 去到30多 都是一個值得進的機會 主要就是看價格和RSI 這個不重複了 然後昨天的急跌是從三十多直接到二十多 那就沒辦法了 逼我出手 進一進 那麼接下來的市場 會不會可以再跌 會不會可以再跌低一點呢 就是現在 今天是多少呢 今天已經回上來了 大家看得到 今天的RSI在這裡 右手邊 大家看得到 現在是30.7的 現在的RSI是30.7 算不算低呢 都是低 因為如果用一個客觀的指標 30就是一個超賣區 70就是一個超買區 overbought和oversold 就是買得太超過了 買入又買得太超過的一個位 那麼現在30就叫剛剛摘戒了 那麼昨天二十多就是超賣 所以我的判斷就在昨天入場 如果接下來再跌的話 那怎麼辦呢 剛才我們也有說到 現在是一個所謂的M pattern 接下來再跌的話 那麼RSI又去回二十多 會不會去回十多 那麼這些位置就大家可以再判斷 是不是值得再入呢 這個就留給大家思考 然後看看另一個indicator 這個indicator就是simple moving average 就是這個簡單移動平均線 黑色那條就是50天 淺藍色還是綠色 不懂分 那麼這個就是200天 然後我們看到已經跌穿了 這個50天移動平均線 在上幾個星期 上一兩個星期 我之前也有說過 原來在這個移動平均線的下面 50天移動平均線的下面 是一個值得賣入的位置 那麼然後 我們上一個星期到現在 都是在50天移動平均線下面 那麼都是一個值得賣入的位置 那麼所以 種種原因令我昨天入場了 哈哈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會不會碰到200天移動平均線呢 那個位大約是57,600 如果 這件事 58,000發生跌穿再下 那就真是 很大機會碰到這個200天移動平均線了 然後再看另一個 CPR CPR 就是每個月都說的 月頭那一集的節目 然後我們看到 第一條support線 就是58,700 昨天的影線最低位 正正就是 穿過了 這個support線 然後就有一個強勢的反彈上來 所以原來58,700是一個支撐 如果要入貨 就是整個limit order 這個位都是一個好位 也是一個原因 然後要問的問題是 會不會第二條support線會出現呢 49,900 會不會啊 究竟 這個 現在還未知 我們留待這個星期四直播的時候 看看 Bitcoin的走勢發展成怎樣 可以再看 CPR 又看完了 那就看看Bowling John Band Bowling John Band 三個星期前 就是一個收窄的位 準備big move 怎料這個big move 是向下move 那就出現了 昨天和今天的超級插針向下 然後我們發現 Lower Band 都被插穿了 Lower Band現在大概的價格 就是60714 60714 距離現在欠四個水而已 那接下來會不會 就是升上一點 Middle Band又下來 然後碰上Middle Band 然後再繼續向下呢 真的不知道 但是以判斷來說 Bowling John Band 看到就是 現在是貼著底 那麼小反彈都合理的 那麼之前都試過 炒一炒底 然後就升上來 那麼這裡又試過 碰著Bowling John Band 底又升上來 那麼所以以一個判斷來說 碰到Bowling John Band的底部 然後你買入 是一個不錯的 入場位來的 然後看最後一個數據 然後看最後一個數據 就是Ex-Potential Moving Average 就是越近期就會 的數據 就是Bitcoin的價格 越近期就越有一個啟示的 那麼我就是選了20天和50天的EMA來看的 那麼在之前某一集 幣加NFT我都有說過 其實這個indicator 是我自己挺喜歡的 一個indicator 就是望近期數據的發展為主 一有死亡交叉 一有黃金交叉 就是這個財富密碼的顯現 然後我們看到現在是一個 死亡交叉 那麼這個財富密碼 就是一個死亡的密碼 那麼Bitcoin也都 含加NFT的跌跌跌 主要的就是 如果出現一個死亡交叉 整個市場都搞不定了 整件事 會徘徊在這個EMA20天和50天下面 那麼現在我們都出現了這個死亡交叉 在早幾天然後就大嵐 然後可能就會在這兩條線下面又徘徊一下 我認為是一個不錯的入貨位 同時間 那麼我們之前有這個經驗 接下來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那麼這個就是我自己去判斷的一件事 就是根據死亡交叉 我自己悲觀一點會覺得 接下來的市場可能都會繼續 GG 下去的 那所以就輕入一柱 這一柱是給它 如果反彈上回去 那麼我叫無酒雞進場 但是如果繼續倒閉的話 OK 那就分柱買入 這個就是Bitcoin的情況 如果我們要看Macro一點 再宏觀一點 我們可以看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把它變成一條線 我們看看上個週期的一個高位 上個週期 六萬多 六萬九 六萬四和六萬九 現在我們 這個週期最高位是七萬三千多 然後現在是六萬一 其實我們只要比一比較 這個倒閉很輕微 上個週期倒閉 由六萬 六萬幾 看一看這個位置 六萬三 一下子倒閉到下去 兩萬九 已經發生過了 在上個週期 就是因為那宗新聞 中國說 Band 所有Crypto東西 交易所 Vacon 然後就發生過一個 差不多50%的一個倒閉 然後我們這個週期 有沒有發生50%的倒閉 是沒有的 會不會發生50%的倒閉 去回三萬多 或者兩萬九呢 我不能夠說 沒有可能 這件事很不 很不客觀 因為 因為曾經發生過 所以這個週期 會不會同樣發生呢 這個是問號 就是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要為一個曾經發生過的事 做一個準備 我會稱之為 作最壞打算 萬一這個週期都有一個50%的倒閉 那未必一定是同樣原因 可以是其他原因的 那我就要 一定要 有一註 是 for a like 一個這樣的悲劇 在這個時候入場 那 為何我經常都是說 有子彈 不要用光它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的 的Strategy 我自己的Planning 然後有很多人都說過 說這個週期 不會再見到五萬 不會見到四萬 因為ETF出來了 然後有很多買家 就浪住了市 又這又路 在我自己的看法 撇除一些所謂的實際原因 單從一個價格上望 是沒有可能的 你猜上週期的人 入貨入場 就是不低的 大把人五萬多入場 大把人四萬多入場 上到六萬多的時候 大把人都說 說不會見到三萬 不見到四萬 但是一下子 不知道什麼消息 都可以見到兩萬九 那麼 那這個週期 我自己認為 看好那邊的消息 當然就是說 不會看到五萬 不會看到四萬 因為有ETF 因為預期減息 因為總統選舉年 很多原因都可以 但當它發生要下跌的時候 一個原因就夠了 就是恐慌性拋售 大家都走啊 混蛋了 搞不定了 看看這個下跌 是下跌到多少 其實可以下跌到五萬就收手的 可以下跌到四萬就收手的 下跌到三萬收手都可以 不一定會下跌到兩萬多 只不過是想 叫做節目尾聲 最後講一講 你的策略 最穩陣 安全為目標的話 怎麼都要有一柱 在低位上可以買到貨 那這個就是 今集 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有什麼 我們星期四直播 再講 最後再重複多次 報名 今個星期五 這個 Happy Hour 中環 七半至九點 大家記得去報名 拜拜 再見 我 我 我 有 我 你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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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